这一次的阿富汗十几个 一个Marine就在我们NoCo 我家的对面 鞋对面 一直到第二天 有新闻车来 新闻记者来跟我们敲门 然后说你认不认识对面的孩子 他就是其中一个 在阿富汗过世的我们加州 南加州的人 然后我跟我先生说 我们不知道 那真的是我们后来就出去 我们neighborhood的所有的人也都出来 然后第二 第三天 整个NoCo的警察 还有消防车 消防队 他们有十几个警察跟消防队员 他们就到他们面前来 表演一个节目 哇 我们好感动 就是大家都一直流泪一直流泪 我们现在整条街都差过期 这个孩子才20岁 这个孩子甚至有一天 他自己在门口那里走来走去 看到另外一边的鞋对面 他在搬砖头 然后这个孩子自己主动走过去 说我来帮你 然后这个邻居还说 你干嘛帮我 我又不认识你 他说我就住在这边 然后我反正没事 我看你再搬 我来搬 那我自己对他呢 只有两次的讲话机会 两次都是我拿东西到他家 小时候有看过他们的学校的成绩 但飞到我家来 所以他是20岁而已 这个孩子 他爸爸有讲到说 两个马蜜怎么到他家来 然后在门口等 然后他爸爸觉得说 这样子这么大的事情 他想要自己跟他们家的孩子讲 那但是那两个马蜜 还要表演一个节目 把国旗交给他们 那所以就整个他就说 那不然就要等到 我们孩子全部和回来 所以那两个马蜜在他们家门口 等了四个钟头 那因为就是这么close to home 我们真的感受到说 这些士兵他们所献上的 真的不是我们 真的是我们要很多的感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